AI? 奴隸制度? 壽膠? 在我會繼續創下這個世界紀錄 同時在線人數突破200萬 老有世界 現在被人說他是抄襲小精靈 如果你支持這遊戲的話 你就是在支持藝術的抄襲 你就是不支持創作 你現在是失血過多準備在地上死的了 想問如果你們現在暗拾一下 看看會不會真的跌回 OK 大家不用玩了 大家不要玩了 先拆回吧 剛才剛剛也說了 任天堂應該在準備一招收人皮 之前幾次都是不發聲就突然告到人PK 任天堂就是一個法律團隊非常活躍的公司 Nintendo Lawsuit History 提告之王 想告Blockbuster Cease and Deceased Order DMCA Joy-Con他也想告 Taking Down Rom Site 他很浪費的一件事 浪費的中文叫做 臭名 什麼什麼都不知道中文 臭名超注 任天堂 不如我們以後說老飲算吧 因為我也怕我會被人告 這遊戲是老飲出的 臭名超注的地方 就是他連玩家自己所舉辦 Super Smash Bro的比賽 他都會禁止他們 不讓他們去搞這些比賽 所以老飲那個法律部 出了名是 執得很嚴謹 做事非常凶狠 現在我們出了這個傳說中的柏老世界 其實就看那個封面圖已經是 就算你是盲粉也好 你不可能敢死跟我說他是沒有參考 一定是有借鑑 老飲到現在暫時是沒有任何法律的舉動 看了任計說不告沒有 有沒有link啊 我沒見到任計說不告 link Nintendo is aware of peril but will refrain from commenting on individual cases and the Pokemon Committee will refrain from responding to individual cases 翻譯有誤還是什麼 沒有說不告啊 兄弟 他說不應而已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啊 怎麼會這樣 很多Pokemon的粉絲先幫他急定 已經是出了很多post 找出不同的證據去證明他們是差不多樣子 那些精靈和柏老… 那些老友吧 不如我們統稱他們做老友吧 已經是幫他們找出了 OK 老友世界和寵物小精靈那些 設計實在太相似了 怎麼可能 那見到那些公仔呢 的確是… 這隻是真的很誇張 連眼都是這樣的操作 口也是這樣的操作 這個啦 後面又有這些炸起的東西 公道這樣去評價 這隻是挺像的 他像不像 而且還有扣不扣成抄襲 我覺得是兩樣東西來的 因為你作為一隻雷系的精靈 雷系的老友 他畫成黃色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那個雷電那個在他的胸口 兩隻都是黃色 然後兩隻都是胸口有的雷電 這一樣東西呢 就真的比較難去決定 他是不是真的抄襲的 那這裡就有那些… 那些比較啦 就令到寵物小精靈粉絲就普打不平出來說說 嘩!你這隻遊戲做到這麼成功 但是你這麼明顯的抄襲 我覺得道德倫喪這個世界的規範已經死了 大家為了娛樂去到任何的景地都可以 他們這樣說啦 不可以被他紅氣 他們會說 你們喜歡玩這個遊戲沒問題 但我想告訴你們 如果你支持這隻遊戲的話 你就是支持著這個藝術的抄襲 你就是不支持創作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繼續討論的東西 就是他會不會被人告呢 我們在這些老友的對比之下 其實就見到很像 但是在抄襲上會不會被告抄襲呢 任何的操作都是基於一個老海中的圓形設計的 就是現在所有的設計都是 你就算是沒有看著一些東西去抄襲它 你那個靈感從哪裡來呢 就是在你以前見過的所有東西 在你腦裡磨成了一塊東西 我想設計一隻雷系的寵物 你就會覺得那隻老友應該要是黃色 是一件很合理的東西 那現在我們就要看 在一個遊戲的角度 這隻遊戲是不是抄襲呢 有一件很重要的證據 在這個23號12點就出來了 它就是直接把老友世界裡面的某一些老友 拿了它的3D模型出來 之後就拿Pokemon Scarlet裡面的那些精靈的3D模型出來 放在同一個blender的線上 做一個對比 嘗試將兩隻東西去重疊 然後它就在展示 連那個3D模型的身形都完全一模一樣 如果在說一個3D模型 是跟別人那隻東西真的這麼相似的話 這件事反而是最有機會告得入的東西 將它變成半透明 然後對比實際的點點 因為你的3D模型是由點來組成的 那它們就覺得 喂! 好似喔! 你會不會是真的直接在Switch版本那個Pokemon上抽了它們的3D模型 加以改裝 就當是老友世界的老友 如果是對一些完全不認識的人 其實看起來是 哇!好過分喔! 這樣子的 你們覺得Pareworld算不算是抄襲 寵物小精靈 暫時來看呢 是有58% 一半是覺得有抄襲小精靈 一半是覺得沒有抄襲小精靈 那我就覺得 在玩法上就一定沒有抄了 如果在玩法上有抄的話 大家已經是去玩了Pokemon那隻遊戲了 不會跟你玩Pareworld 所以在玩法上沒有抄 但是在這個小精靈的設計上 那個參考的程度 我覺得沒什麼可能說是沒有抄的 雖然你是對的 羊是這樣的 是一隻羊然後有一堆毛生在外面 但是還有其他的例子 之前都已經看過的例子是幾次的 就算是最後說 拿兩隻老友放在Blender裡面 對比3D模型那件事 其實是有偷偷地改過的比例之類都好 但是他們那個相似度是真的很高 那個參考的程度是算去到抄的 我覺得 最後要看的就是 Pareworld這隻遊戲 其實在三年前已經是公開了 說他正在開發這隻遊戲 在他開發階段的時候 那些人是覺得這隻遊戲是Meme 不會是真正的 你抄到這樣會不讓老人告嗎 他們九成的人都是這樣想 其實在三年前已經知道 Pareworld是正在做的 開發階段 三年都沒有告過 如果他現在開始告的話 一定是有新的資訊 那個資訊 不可能是因為看到他賣得這麼好 眼紅所以才告他的 所以第一件事是不成立 第二件事就是好像我們剛才說的 發現他的3D模型 原來是真的偷了Pokemon Scarlet 那些3D模型 然後改裝他 就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老友模型 那這些就可以真的告了 還有 其實他們兩間公司都是在日本 如果他要告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告的 不會有那些什麼 原神的公司在中國 中國法律和日本法律不同 不會有這些問題存在 所以現在老人會不會告呢 就取決於證據搜集到多少 是真的覺得是有力的 如果他真的告的話 就絕對是會成為 史上最大單的抄襲遊戲案件 我絕對是會想看他的結果 之前不是一直說 老人說知道這件事 但是不會去評論個別事件 那最近就出了新的聲明 我們收到很多新的疑問 是關於一間新的公司 在2024年1月出了遊戲 我們是沒有給任何的允許 去這間廠用我們Pokemon的IP 或者是資產 我們就會驗證調查 如果他真的侵犯了我們的版權的話 我們是會作出一些合適的行為 很多人看到這句話就馬上 啊啊啊啊啊啊 提高了 超開心 扯了蝦 就覺得他們準備來了 但是得罪說一句 這個聲明是沒有說過的東西 他純粹是說我們知道這件事 但是他沒有說這遊戲有用他的東西 他純粹是說我沒有批准他們用我們的東西 老人的聲明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沒有給批准 但是得罪說一句 人家也沒有問你批准 不過當然他自己其實這個只是罐頭回應 就是我們沒有批准他 如果他真的有侵權 我們就會做相應的法律行為 就是講了這麼多 所以大家不用扯黑 其實Parewell一定有用AI 你不是那麼喜歡 人家用其他人的作品去餵AI 為什麼人家說他有用AI來幫忙做他的角色設計呢 就是因為他公司的CEO Pocket Pair就是他的開發者 他這間公司的CEO一兩年前就在Twitter上說過 說有一隻Gamer 首先他有一隻Gamer做出來 就是寫到明的名字叫做 AI Art Imposter 就是說明是用AI Art來做他的角色 簡單來說他一定有涉獵AI相關的東西 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為什麼人家覺得他有用AI 第二個原因就是他之前也有出過Post 在留言區那裡討論 用AI去規避這個版權侵襲的可能性 這個是兩樣 為什麼人家覺得他是用AI來做這個角色設計的原因 但是就沒有任何的確切的證據 用AI的東西都肯定是抄 那又不要這麼說 有一件事很多人誤會的就是 他們覺得AI就是抄別人的東西 偷別人的東西 This is Big Brain Time 吳時迪 之前為什麼Adobe Firefly 為什麼這個AI這麼多人去玩呢 就是因為Adobe講到明 他所用來做Training Data 一個繪圖的AI 他要用不同的Data 即是圖片 去做一個訓練 如果他的訓練是所有的圖片 都是有他使用的權限 其實他用那個AI去Generate 任何的圖片 都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沒有偷東西的 因為用來訓練那些Data 是有權去使用的話 其實就代表這個AI是可以正常的使用 但當然 現在連他的角色的設計 是不是真的用AI都不會有人確認到 所以就是講AI 那個討論其實是不會入到他 Asmond說得真是很對 Asmond Gold就說了這件事 大家如果不了解 Asmond Gold是這個遊戲界 基本上大家都會去看他想怎樣看 幻獸柏路的成功 證明了消費者真是care的 只是他是一隻好的遊戲 AI? 奴隸制度? 受教? 反權侵犯? 遊戲而已 這些只是作出來的問題 做一隻好的遊戲 人們會買這隻這樣的遊戲 就是這麼簡單 拉回去好像老高那樣 總之你說故事好聽 我就看囉 之後呢 Asmond是有應該在Stream的討論這件事 Clip了出來 被人圍插 跟他聊那個主持 主持就問他 喂 但是不是哦 你越來越多AI的話 他們就會取代了畫家的存在 畫家就會失業了 很大問題哦 他這樣說 主持說 那Asmond就這樣回答 artists opinions don't matter 畫家的意見不關事的 沒有人想聽你們說的 他講的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what matters is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that are buying the product 有什麼重要呢? 重要的就是 買那個商品 那些人的意見 your opinion on it like just because you do because you buy nobody cares 如果你是一個畫家的話呢 我感覺到Asmond 已經是整支箭射中了你的心臟 你現在是失血過多準備 是在地下死的了 他說 就算你是一個畫家 都不代表你的意見是重要的 想說沒有畫家的AI就沒有素材 真話就是難聽的了 我動錯心臟 畫師很重要的 我還想看高質的Hman I don't give a bug 只是想打遊戲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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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投票 喂 我們活躍的聊天室會員 和真正投票的人 那個意見是相反的 70%畫師的意見不重要 你們說 有沒有看龍珠 如果龍珠GT叫侵權還是二次創作 蛤 我以為龍珠GT也是鳥山明的 在電視播放我就看了 播到我面前我就看了 我跟你研究後面是不是AI做了 我研究後面的作者是不是一樣 即是正式錄用的龍珠嘛 不說什麼立場 同意還是不同意都好 普遍正常的消費者就是這樣 他們不會理你後面發生什麼事 我只是碰到那個成品而已 我看到他 嗯?好東西來喔 我就喜歡 即是在一個遊戲的製作上 畫師的意見是否重要呢 我覺得是重要的 你一間公司有一個團隊 你的團隊中間是有交流的嘛 不是當大家只是一個齒輪 你磨了一隻遊戲出來 一輩子都不會跟他們聊天的嘛 那個畫家是人來的嘛 你們一起在做 那畫師的意見當然是重要的 全部都是你的同事 但是我覺得 Asmond Gold說的話 可以完全說他是沒有錯的 我們全部都是資本社會 主義裡面的一個齒輪 在一個成品的情況之下 好像我剛才說的龍珠的例子那樣 我不會理你後面是怎樣的 我真的看成品如何而已 所以還原基本步 畫師的意見是否重要呢 在人情上是重要的 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 畫師的意見是 不是說不重要 是沒有人會理的 在一個資本主義之下 所有的意見都沒有人會理的 他只是看你的產品賣不賣得的 你的產品賣得的話 那些公司就開心 如果你們覺得還未夠切身處地的話 不如我們直接看 筒吧 紫筒 是 紫筒是可以減低碳排放 但是紫筒的作用 本身就跟紫筒的作用是有抵觸 如果你不支持紫筒 是不是代表你是一個很不人道 很不道德 完全不理這個全球暖化問題的人 你的成品如果都做不到 你本身要做的一件事 筒來講 就是用來吸絕 遊戲來講 就是要好玩 你背後知不支持理念 跟你玩不玩那個成品 真是完全無關係 把畫家的意見 是不理的話 是不好的 但是不是你畫家的意見 就可以改變到現在的事實 你把所有畫家的圖 問都沒有問過 沒有拿到他們的同意 就配合到AI去訓練模特兒 偷了他們的東西來做 是的 的確是的 但是這件事就是正在發生 已經阻止不了 你見不見到我們看這裏 旁邊有個寫著Taylor Swift AI 現在在Twitter上 有一個封存著 Taylor Swift被人拿屁股 拿球的AI照封存著 一定不道德的 你拿了別人的樣子來做 但是就是正在發生著 這件事我就不會按進去 你們要就自己搜尋 OK 啊啊啊啊啊 就不用擁抱了 都心等於台灣 我告訴你 裝塑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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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